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甘露寺 他依山而建 利用山体自然的坡度 诗迹而上 层层叠叠 体现了当初剑寺庙时佛家弟子们的匠心读音 现在 甘露寺中正在进行古剑的翻修与维护 在施工现场 总会见到寺里的僧人 他们与工匠们共同探讨 如何使甘露寺的风貌保持着原有的自然状态 这是九华山历代僧人所遵守的一个古老准则 那就是 在九华山修建寺庙 都应该依照自然而建 不能破坏九华山天然的神运 这种朴素的保护自然 尊重自然的寺庙建筑风格 从古代一直流传了下来 像甘露寺一样 九华山上大大小小的寺庙建筑 往往巧妙地结合了地形特点与自然环境 与周围的风景浑然一体 既不影响天然景物本身所具有的意趣 禅寺景观又可与自然风景彼此呼应相得一掌 九华山的寺庙大多建在山坡 山顶或巨石之上 有的甚至建在了悬崖峭壁 这座东亚蝉寺正是如此 它巧妙地利用坚硬的岩石作为寺庙的地基 使寺庙处在云气弥漫的山顶 百岁公是建在九华山最高峰的寺庙之一 周围怪石林立 显得非常险峻 从下往上看 百岁公就像悬在半空中一样 从上往下看 更是一览中山小 由于它高松云端 夜晚仿佛从这里伸手就可以摘到星星 所以这处建筑又叫做摘星亭 这种独特的与自然相融合的建筑风貌 使这些寺庙看起来仿佛本身就应该存在于九华山上 与这里的苍天 树林 珠海和云雾缭绕的山峰配合在一起 与大自然的神奇杰作相辅相成 天台寺 这块巨石上刻着三个字 非人间 正是这宛如仙境般景观的写照 这些施法自然的寺院 这些施法自然的寺院 使九华山在雄极秀美的风光之外 更见一种禅的灵性 无论是常年在此修行的僧众 还是过往驻足瞻仰的人们 在这里都能感受到一番融入自然 往前于天地的意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